2018年10月20日 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 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西湖大学正式成立 石一公成为首任校长 石一公是海归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2003年 石一公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终身教职 2008年 他全职回到母校清华工作 他曾说 我发自内心的 想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进一步发展 付出更多 2018年1月 石一公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职务 全力以赴筹办西湖大学 西湖大学完全是来自于社会 服务于社会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大 科技的振兴 就是为了人才的培养 是为了社会 是为了社会国家的未来 他希望西湖大学能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者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摇篮 和世界前沿科学技术的引领者